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娱乐看点来自于王一博、范士奇、龚俊等艺人 一起来看看吧 追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非常热衷的一件事 他们对偶像充满了真情实感 也对他们的私生活充满了兴趣 这一期的娱乐看点来自于以下几位艺人 一起来看看吧 王一博的那部电视剧《风起洛阳》 被棒子国那边买走了播放版权 他之前还得了一个海外奖 他不仅在国内人气高 国外同样知名度很高 欧豪现在对于要下水拍摄的作品还是挺抗拒的 因为之前他在拍摄作品时 需要在水下操作 结果差点就溺水了 从此他就有阴影了 许家琪她回归塞纳河是肯定的 毕竟她虽然有流量 但是确实还没有到能够脱离原生公司独立发展的地步 这一点和四千年还是有差别的 范士琪因为一部家庭剧让她得到了很多资源 公司那边也开始要培养这个艺人 她既台词能力很厉害 基本上看个两遍就可以开始了 这能力对她事业帮助不小 杨阳现在被电竞这个题材捆绑挺紧的 主要是她之前这个题材的作品太出彩了 所以圈子里一些还没有眉目的剧本 想到的男艺人第一个就是杨阳 猜一猜 一弯弯的格格 现在还是会玩扎小人的那种把戏 要是看圈子里某个女艺人不顺眼 就会开始扎小人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入戏太深 二水果台老女主持的女儿 她的话被卖到了十二万 幕后操作的人正是这位主持 她就是要把她名媛的格调给定下来 让外人知道女儿的天分有多高 三某大岛对现在的这个女郎真的是特别用心了 比如说如果去参加饭局 遇到对方敬酒的 她都会亲自挡酒 争取不让女郎喝醉 一问一答 问 杨子张艺山要合作 答 是的 两个人要一起参加一个综艺 私下真的只是好朋友 问 说说龚俊吧 答 正在和叔夫加赛洽谈合作 这个品牌国民度真的不错 最后呼吁大家理智追星 学习艺人身上的优点 成为更好的人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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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